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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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年 我每天每夜都在想你 我白天想 晚上想 我连做梦都在想你 你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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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怕 我会是爱你的 这件婚纱 多漂亮 还记得我们结婚的时候 穿着它 真的好看 你妈的哥们 还非得拉着我让我喝 我说我不喝 我得回来 好得非得拉着 怎么了 你怎么让老师躲着我呀 我是老虎 我会吃到你吗 老婆 你知不知道 我还有多爱你呀 今天晚上 让我好好爱你 别这样 别这样 你干什么呀 什么别这样 咱俩已经结婚了 你老是嫌弃我什么呀 嫌弃我脏吗 我有什么之内嫌弃的呀 我人有点不舒服 头疼 头疼 我老爸 就给你打点药 吃点药 马上就输出了 来吧 我给你打采炯 好 我 好 老婆来 还要乖乖地吃了 吃完之后 一关就舒服 又怎么了 我再去加淋水 罗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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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 当作是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这个疫情不大 这药怎么 这药不是挺好的吗 你这么说 只要你吃到这个药 你什么反倒都这样 你无耻 那天你甚至也有的 真是大胆的手段 什么叫下砸烂的手段 吃到这个药 你会快乐 你会很享受 这不挺好的吗 阿晋天 你不是挺享受的吗 你混蛋你畅生 去吧 去吧 我怎么混蛋 我怎么出生了 我是你老公 我做这个是应该的 你为什么老道明天 把这副照片带上样子 从小到大 从来没对付这个 我成天第三下子 跟这哈巴狗一样在你身边 我问了什么呀 你还不是因为我爱你吗 我告诉你 咱俩现在结婚了 我怎么现在干什么 都是理所当然的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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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Casio 快点 快点 可惜了 那天晚上 我们没有通风 今天 要我们一下员个梦吗 好 你真是想念了 你真是想念我 你真是想念我 想念 你真是想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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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久都见我 还不想我 我真是想念我 我跟妈回家 这就是想念我 还不想我 不想 你谁呀 你又是 你要干什么 我杀老公 别对我以前的事 老师走 过来 过来 不是这样子 他是帮总 我不想见到他 你也没有 他说他不想见到你 你这个朋友 我是为了你敬礼 没想到你就不快就别 站上去 小儒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你难道还想背着再重演吗 别理他 你们走 给我站着 小儒 过来 过来 告诉你 我今天不想跟你打 你要是再敢查着他 我就报信 你以后 怎么打算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现在根本就不敢回去 不会有事了 我陪着你 我不会让别人气 来了 你丧了 你怎么又喝成这个样子 妈 你说他怎么能这么审心 你要花呢 你说他怎么能背酒又找个其他男人呢 你说的那个男人是不是高高大大的 你是谁啊 他干什么的呀 他干什么的呀 我就见过他一次 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关系 他们应该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怎么才回来 你怎么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还出了什么事 告诉你 欢迎我们的朋友 告诉你 我告诉你 我都告诉你 你还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 当年文志想要带我走 可是阿全却子都不肯放过我们 我记得 当时你跟我说 文志摔下去以后 王强也见了天余 这应该是一起故意杀人案 这样的案子不是死缓业生 怎么 那结果却不是这样的 我当时吓坏了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 我就看见王强那样 已经赶到了现场 小如 你没事吧 小如 你没事吧 阿强他不是人 你别怕你妈妈在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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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孟军 黄孟军 小婷你冷静一点 我知他已经死了 他活不过来了 你不要报警 你听妈妈说好不好 小儒 他想他知道他杀了人 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已经躲起来了 他是我们王家唯一的独疗 他杀了人 我就不了他 杀人就跟上命 我只想你不要把我儿子逼上去 我也会拿钱安抚文贼的母子 你想想 老人家以后的生活很重要 只要你告诉警察 是文贼他先动手打阿强 阿强他是反击 对 他反击的时候 他不小心自己摔下去 这个离世事的真相也不远呀 小儒 你答应我 我 我这是被阿强杀死的 我这是被阿强 小儒 我给你跪下 小儒我求你 我求你 所以你答应了 你包庇了王家 是吗 是 我是不是很犯 我知道我对不起文贼 这些连我心里一直都很愧疚 我经常做噩梦 我梦见文贼 只问我为什么要杂谎 这也就是你为什么偷偷跑背骨折 你是想去看完文贼的妈妈 对吧 我永远都忘不了 我永远都忘不了 他一天爱一双心哭泣的样子 你发忘了 你是在闹 他妈是一个孩子的姐 你发生我 他要忽略他 本来我儿子和我吃过的好好的 都怪你 这种儿子真是你 我们家多了这么多麻烦 你知道吗 我儿子真是瞎了眼 怎么看上你这种女人 亏我爱把你当亲身归女儿看待 我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别再放心 你还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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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阿姨那么伤心难过的样子 我心里真的很难受 他前面非常后悔我当时的作用 我想说出真相 可这案子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从来也得有证据 我后来想到 当时案发的那一天 文贼的手机一直开着视频 太差了阿强杀死文贼的全部过程 我文贼 不许 我们以前不连太多 错了太多 现在觉悟了 不想再错 说的是什么 我许 说我的 我在看 我许多不许多 我许多不许多 我许多 Turun 滚ool 那个手机呢 后来我把它藏在了一个最安全的地方 那你想我把这个手机交给警察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这事情我也有错 一点头睡都没有 我这人没有想到你 你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难怪你不够了吗 好 我可以给你 我可以 谢谢 没有一段信 没有唯一的信 他都能夹给你 我想 我不能再伤害他 我要保护他 离开古镇的许如回到家 他看到被持放出狱的王强 这个时候的王强 就更加让他感到了一种恐惧 挣扎跑出来的许如 再一次被阎坤所救 他来到阎坤家住下 许如依然是噩梦不断 对文志的愧疚 思念之情让他心里崩溃 而现在身边的这个男人阎坤 对他是那么的细致入微的体贴照顾 这才让他鼓起勇气 叹怒心扉 他就把自己 为什么要做假证 还有自己身上 藏有王强杀死文志的证据的事情 告诉了阎坤 然而 他们两个人都没想 隔墙有耳 在窗外 偷听他们聊天的王强 听到 王强接下来会讲 这件事情会不会对许如产生威胁 许如会把证据交给警方吗 而这个时候 阎坤也已经感觉到了 许如身处险境 刚才的情节里我们看到了 他说他不能够再伤害许如了 那么阎坤 为什么要伤害许如 他的心里 也埋藏着一个秘密吗 他的秘密 又是什么呢 你有什么事情非要当脸书 你不知道现在的形势吗 我现在看你猜 当初你为什么要划几步 你儿子是故意杀人 你是在包庇他 你已经知道了 不过这也不奇怪 我想那女人 她也要告诉你 不过你别忘了 是我花钱雇你 这是你 我是非常有处处 我想想那会 我干这些事 不都是为了 我只想搜紧一些信息 素贼 我这儿倒有用 我知道 我知道最近有一个 非常貌美的女人 她一个人要去紧针 这个女人 可是一个属性的花 可以给男男带来灾难 到时候 你局中的素质 我要我的情报 我们各就所需 这是当初你给我的钱 现在我一分不少的行李 从今往后 你不要再来找我 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不懂吗 这事我干不了 不过你放心 我有职业道德 你来找过我的事 我不会告诉你三个人 你不想干 还有下一个人 你想干什么 你跟这个事情 现在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想去告发我的话 你别忘了 你没中心 不管怎样 这个钱 你拿走 当初我给他你 我就没想过要收 他带我一点告 并且我不会收 是为了以后 能光明重大地跟他在一起吗 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 另外 想提醒你 我颜坤干过的事 别人也干过 你靠我自己身后 没想到您是个大厨师 我没听别人说过 每一个吃货的背后 都有一颗厨子的心 许如 你一个人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我没事 我就是想起 你跟我说的那些 你经历过的事 有点不放心 毕竟现在你是唯一的证人 而且那个手机 又在你手里 总是你听我的 小心吧 我担心王家的妈妈 要是知道手机的事 他会对你 他 他应该不会知道吧 防任这些信不可 你听我 好吗 你是不是 都想回顾真 不知道 你许吧 你答应我 从迷茫 我不管你去哪 做什么 一定要时间给我打电话 好吗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不愿意 被别人伤害 谢谢你 迷茫 没事 你去接会儿 这儿留我呢 那他接会儿就好了 没事 你说什么 他手上还有证据 不行 我们必须在他把证据交出来之前 先毁掉证据 要不然 我们就毁了他 妈 你又要做什么 为了你 妈什么都可以做 你必须紧紧的跟着他 要不然 真的会出大事的 就不愿意 不然 我 我 都不愿意 我 你 这个 我 你 没 如果 能 这 背 我 是 这 那 小龙 小龙 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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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想愛你 小儒 你把手機放在哪 你把手機藏在哪小儒 我明白你在說什麼 你放開我 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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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這麼好 我這麼愛你 他為你做得好 你為什麼不敢放手 你到底要我怎麼做你才開心 小儒 小儒 你自己幹什麼的 我已經受不住了 我被你阻撓就還不夠 卻遠遠不及你對我你這麼想嗎 你別屁股 小儒 你別屁股 我愛你殺了我們知道 你這不把蛋你是健康的 你別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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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你沒有屁股 你別屁股 你住在哪個地方 你不斷 你这儿关系都没有 你最好赶紧管 要不然一会儿警察来了谁也走不着 你们等着 等着 文强说你收了他妈的钱 你是王宋梅泰的 你说呀 你是颜昆 你是昆山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谁 你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我想的那样 这是怎样 难怪你每次出现的时间都那么恰到好处 徐如 没事吧 是你 淡淡你一直在跟踪我 这一切都是你们安排好的 我承认 一开始的时候 我别了 小龙 少女听我说 我知道你恨我 我知道你不肯原谅我 没关系 但是这个时候你不能一个人乱跑 不要你管 我不让你管 王苏卫他会对你不利的 他为了自己的儿子 什么时候都干得出来 你明不明白 他不是也看起来的吗 你杀了我 你杀了我呀 我会伤害你 你也不会 你怎么能这样 我还不相信你 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 就你听我说 这个时候我真的不敢想想 王苏也不会干出什么事了 就你听我一句话 王苏 不放心我怎么样 我会时间多长 我当然 王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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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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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老安教 这个案子我们已经开始重新调查 我们一定会给你儿子一个公道 走吧 走吧 谢谢你们 希望你能喜欢 好 比如看到想要喝毒药自杀的文质的妈妈 这一幕刺痛了她的良知 最终啊 她终于说出了真相 她把王强故意杀死文质的证据交给了警方 当然 许如自己也因为伪证罪被逮捕 伪证罪我们说过 刑法305条 在这个刑事诉讼当中 证人 鉴定人 记录人 还有翻译人 对与案件有关的重要的情景 故意的做这个虚假的证明 鉴定 记录翻译 意图陷害他人 或者隐匿罪证 可以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节严重的可以判三到七年的有期徒刑 王强的罪名应该是故意杀人 因为她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 致人死亡 所以 有了这些确凿的证据之后 警方对王强再次的态度 而王素美的行动 也因为 妨害作证罪被起诉 我们刑法第307条说 妨害作证罪 是说 帮助毁灭 伪造证据 以暴力 威胁 惠买等方法 阻止证人作证 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 可以看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情结严重的 可以看三到七年有期徒刑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情结严重的 可以看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王素美 严坤两个人跟踪许如 大致许如的消息 这样的行为 也侵犯了许如的隐私权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 私人生活安宁 与私人信息秘密 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的侵扰 窒息 收集 利用和公开的有人格权 那么许如可以依据 侵权责任法要求 这个王素美和严坤两个人 停止侵害 赔偿她的经验性 而发生在这位单身母亲的身上的故事 我想对于很多 溺爱孩子的父母来说 也是一个提醒 溺爱放纵 对孩子来讲 这绝对不是有益的 都能够对孩子一味的给予 而忽略了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担当 造成孩子这种虚荣心强 事实以自我为中心 不计后果 而最终可能会导致他们深陷极端 走上迷途 触犯法律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我是王小磊 咱们明天见